第一件事,選管會真的有誠意去做公眾諮詢 為什麼會在Hokies Hour做公眾諮詢呢? 是不是每個人都要請假來做公眾諮詢呢? 沒錯! 我本身咬樹,我今天說搞笑,開完四點半就放到你這裡 剛剛沒有放棄嗎? 是,很多大公仔,那九萬月的專訊會就搞到六點半就沒了 那怎麼辦呢?大家放棄來不吃飯 結果這個就變成了一個選管會招呼反對聲音的Party 是呀! 是呀! 第二件事,如果有誠意做公眾諮詢 麻煩真是找一個放棄或公眾假期的時間去做資訊 不可以玩閉路組隊 第二件事,我本身在網上有錄製這個公式的頻道節目 我會招呼三師妹 那我就很怕會違反到你的條例 因為我本身我們很少會在選舉的入業名 但是… 為什麼過不過去? 我想問一下,我一個弟弟 他五歲,但他才會入獄了 他就創行啦 如果他有一天在我節目那裏 即他自己錄警的時候 他提到,我很喜歡劉慧慶 慘了,我的兒子要提到其他選舉的名單 那是不是很遭到他呢? 那當然啦,他五十八歲應該是面責的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其實在互動網上面 只要你有一個CAM 或者有一個價值二十元的MINE 你已經可以做到所謂的網台節目 你放上YouTube 放上Facebook 放上Google Video 基本上已經做到 如果我們香港人發動一人一網台的話 我想問你沒有得誰 最終你不是去香港人一網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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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去報告一些 一個節目只有千多人聽的節目嗎? 哇,這麼多呀! 好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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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條這樣的例子 真的能夠過得到 我相信很大機會 我們那些只有幾十人 幾萬人為一千多人聽的節目 是不會有什麼影響的 就像我打證 我支持劉慧慶 支持陳鑑林 都不會有人告過我 不會有人理我 我相信 但是對於一些 真的在互聯網上有影響力的人 或者台 這個才是最大的打擊 如果你真的能夠過得到的話 所以我一舉到尾 就是 請選管會那麼多位 即我們人生股力 這麼多位的人 真是關係很清楚 什麼叫紅燈 什麼叫黃燈 什麼叫黃燈 即是你打條例 不給人家中紅燈 你都會告訴別人 什麼叫紅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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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斬不斷呢 即只是交通給車 那些紅燈的時候 我看到它黃燈 我去算不斷呢 所有的法例 或者是行政規位 都要有很清楚 什麼叫規復 什麼動什麼 結果就是 如果你是一條不清晰的法例 結果你就有機會 做成一個情況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去犯 我叫我回去 我就是不要再用那個 因為有可能會違反選舉條例 被人拘捕 所以就算我這些支持陳革 支持曾鈺成的人 我都不夠短的六頁 在網上 我很支持陳革 不支持陳革 OK嗎 OK 謝謝所有的時間 謝謝 謝謝